我想大家也都注意到 在当前疫情防控的形势下 互联网新媒体为两岸同胞相互了解 相互交流 提供了方便的路径和新的平台 你提到的这个现象就是最好的说明 那么我想开展交流是基于血脉相连的骨肉亲情 也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也通过两岸交流合作 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那么同时大家可能也都注意到 凡是两岸同胞齐声喝彩的 必然是民党当局骂的 台独势力黑的 绿色媒体酸的 这一点也不奇怪 相反 这只能说明 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 这样一种历史大事 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 好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